给天下修行修炼者 混沌草 万千生命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哪呢? 答,在根 根是体 其余的都是像和用 修行修炼为了什么呢? 答,为了升华生命的品质 不仅仅是为了健康、富裕和相貌 不论大白菜吸收再多的营养 获得再多的光照 它只能是颗大白菜 不会变成西瓜秧 除非改变它的根、基因 生命的反物质结构 如果我们不在生命的反物质结构上下功夫 那么,即使通晓天下经文 即使练过无数法门 最终还是那颗大白菜 不论练气功还是瑜伽 不论打通经络还是冥想 如果你不重视转时 只是在皮项上下功夫 对生命的完善毫无功用 修行修炼的核心在于入道 不在于法术 入道的关键在于开悟 开启灵觉 而不是背诵经文、咒语或强生剑体 意识是生命反物质结构的核心内容 如果你的意识没有改变 生命的根、本质就没有改变 如果你想成佛 那么必须要具备佛的意识 如果你想去千年界生活 你必须具备千年界先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 有什么样的意识 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存在形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意识就能改变生命的反物质结构 要想去天国生活 首先要从认识上下手 耶稣的话语 佛陀的教诲 科学的道理 生活的启示等等 就是我们提高认识 最丰富的营养和光照 我们下期识就能改变